在近日世界,种类繁多的禅修方法中,格因卡老师所教导的内观法是与众不同的。 这个方法简单、合乎逻辑,可以让我们得到内心真正的安详,过着快乐、有益的生活。 虽然内观法长久以来保存于缅甸的佛教团体中,但它本身不含丝毫的宗教色彩,任何背景的人都可以接受它、运用它。 格因卡老师是退休的企业家,曾经是缅甸的印度侨领,他出生于传统的印度教家庭,自年轻及患有严重的偏头痛。 在辩询良方的因缘下,于1955年遇到沙雅级乌巴庆老师。 乌巴庆老师是众所皆知的资深政府要员,私底下则是教导内观的老师。 格因卡先生跟随乌巴庆老师学习内观时,他发现这个方法不仅超越了肉体上的疾病,并且他超越了文化与宗教的判离。 接下来的岁月里,他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、研究,内观逐渐转化了他的生活。 在1969年,格因卡先生由乌巴庆老师授权,成为内观法的指导老师。 同年,他回到印度,开始教导内观,将这个方法重新引入启发原地。 在印度这个重新制度及各个宗派强烈对立的国家,格因卡老师的课程吸引了数以千计来自不同背景的人。 也有许多的西方人被这个实用的方法所吸引,而参加了内观课程。 格因卡老师本人就是内观特质的最佳例证。 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,能既致敏锐地处理日常事物,又能在任何情况之下保持超凡的平静心。 平静之外,并对众生深具慈悲,对任何人都能悲悯其情。 他绝不是不苟言笑的严肃长者,他的幽默感展现在他的教导当中,参加过课程的学生都难以忘怀他的微笑,爽朗的笑声,以及他常挂在嘴边的话,要快乐。 很显然的,内观为他带来了快乐,他殷切地希望,借着教导大家这个方法来与大家分享他的快乐,因为内观使他受益良多。 尽管格因卡老师极具吸引力,但他并不希望弟子对他为命适从。 相反的,他教导学生要对自己负责。 他说,内观真正的考验是在生活中。 他鼓励休息内观的人,不要只是一位的静坐,而应该走出去快快乐乐地过活。 他避免所有对他个人的崇拜,要学生专心致力于这个方法,发掘内在的实相。 在缅甸,传统上教导禅修一直是出家人的职责。 然而,就如同他的老师一样,格因卡老师是一位在家人,而且是一个大家族的一家之长。 不过,他清晰的教导以及方法本身的效果,已经赢得缅甸、印度、斯里兰卡的资深法师的认同。 有些法师并曾在他的指导之下参加了内观课程。 为了保持方法的纯净,格因卡老师坚持,禅修绝不可变成做生意。 他所指导的课程以及内观中心,都是完全非盈利性的。 他本人对所做的工作,无论直接或是间接,都不收取任何的报酬。 他所授权,代表他指导内观课程的助理老师,也是义务服务。 他弘扬内观法,纯然是对众生的服务,是为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 格因卡老师是少数在印度与西方都极受尊崇的印度精神领袖之一。 然而,他从不自我宣传,宁可靠口耳相传来传播内观的好处。 而且,他一再地强调,实际练习内观比注数利说来得重要。 也就因此,他虽然指导了那么多人,但并不那么广为人知。 这本书是第一本,在他的指导与认可之下,有关内观的完整研究。 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,是格因卡老师在十日内观课程中的开始。 其他则是参考他的英文文章。 我很自由地运用这些资料,不仅借用他的说法及架构,同时也用了开始中所举的例子。 而且通常是同样的用字,甚至引用整个句子。 对于参加过格因卡老师内观课程的人而言,一定会对本书的大部分觉得熟悉。 他们甚至可以认出书中某个部分是出自哪一场开始,或哪一篇文章。 在课程当中,老师的开始是一步一步地随着学员的体验而讲的。 但为了有益于那些只阅读但不一定学习过的人,本书内容已经重新安排。 对于这样的读者,我尝试将内容像是亲身体验一样地呈现出来。 合乎逻辑而不间断地从第一个步骤到最终的目标。 这种有组织的整体性对内观者而言是明显异见的。 但本书试着让没有学过的人也能一窥内观地唐傲。 某些段落可以保留了说话的语气, 目的是要生动地传达格因卡老师授课方式的印象。 这些段落也包括各章之间的故事, 每章结尾的问答,以及取自于课程当中, 或与学生实际讨论的个别谈话。 有些故事是来自佛陀生平的事迹, 有些则是印度的民间传说, 还有一些是格因卡老师个人的经历。 这些故事全都是用他自己的方式讲述, 为家修饰,保留原貌, 强调出他们与内观练习的关联性。 这些故事缓和了那一关课程的肃穆气氛, 并且将教导中的重点用容易记得的形式来说明, 以古武学上。 选入在此的只是在十字课程里所说的许多故事中的一小部分。 书中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最古老众所公认的记录佛语的经账。 这些经账在南传佛教国家以古老的巴黎文保留下来。 为了维持全书一致的语气, 我尝试将所有在此引用的经文重新翻译。 在翻译时, 我参考当代首屈一指翻译名家的作品。 然而,因为这不是一部学术著作, 所以当我在翻译巴黎文时, 并没有担惊绝力地寻求逐字逐句的准确性。 相反的, 我企图以内观者的经验, 以及对经文的了解, 用直接了当的文字来传达每一段经文的意义。 也许某些经文或是章句的翻译, 似乎异于传统, 但是我希望实质上以英文译文, 忠实地表达原经文的意义。 虽然对西方读者来说, 某些名词用梵文可能较为人知, 但为求一致性以及准确性, 文章中所用的佛学名词都是巴黎文, 例如巴黎文的Tamma, 法, 用来取代梵文的Dharma, Gamma, 耶, 取代Garma, Nibbana, 涅槃, 取代Nirvana, Sankara, 习性反应, 取代Sanskara, 为了让文章易于了解, 巴黎文也参照英文的语法, 使用复数, 加上S, 总而言之, 文中的巴黎文名词以简致最少, 以避免不必要的混淆, 有些名词的概念很难用英文单字加以表达, 因此, 某些地方似乎使用巴黎原文, 比用上长长的英文片语要适合, 书中印出来的巴黎文, 在书后的智慧部分, 富有定义, 所有练习内观的人都能得到相同的利益, 并不会因种族, 阶级或性别而有所不同, 基于这个原则, 我尽量避免在文章中使用具特定性别的字眼, 但是有时, 我使用代名词他, 来表达一般的内观者, 请读者将这些用字看作与性别无关, 我无意排除女性或是特别重视男性, 因为这样的分别心与内观的基本教导以及其精神完全被盗而驰, 我深深感激许多帮助我完成此书的人, 我尤其要对格因卡老师表达我由衷的感恩, 感谢他在百忙中抽空审阅本书, 更感谢他引领我踏上书中所述的正道, 就深一层而言, 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格因卡老师, 因为我的目的只是呈现他所传承的佛陀的教导, 本书的功德归于他, 若有任何的瑕疵, 则是我个人的责任。